佔領行動於9月底展開,這大半個月來, 不少港人因為立場不同,牽起unfriend潮, 連大導演王晶都不例外, 跟政治立場不同的藝人畫清界線。 杜汶澤、黃秋生和何韻詩手當機衝, 王晶聲言要斷絕電話聯絡。 何韻詩反擊說和王晶完全沒有私交, 不清楚他在哪裡拿電話號碼來生趣。 王秋生就回應10年沒有和王晶合作, 所以他沒有禁國的聯絡電話。 杜汶澤早前已經先發制人, 表示不在意支持反戰中的人做朋友。 另外亦則發覺張家輝回敬王晶, 指他在內地票房壓力很大。